生了娃之后的baby依旧有着少女眼 不过最近却有网友翻出 09年辣妈还是真少女时 登上香港综艺节目的视频 力正那时才是baby的颜值巅峰时期 上节目时baby的出场很惊艳 然而小巴哥的注意力却一秒被baby 这名字的中文翻译给吸引了 当年身穿利润牛仔裤蓝衬衫 还染了头发留着齐刘海的少女baby 充满了萌媚痴的娇羞感 在节目中和硬彩儿比拼之辣 虽然辣到暗自流泪脸上笑容依旧在线 也是够拼了 只是说起下厨baby这回应也是太耿直了吧 难怪平时就恩爱的微博里 都是小明哥在厨房里寂寞的背影 最近吃瓜群众都说 那年华开怎么追都看不够 那今天小巴哥就为大家送上 最新话剧姐姐馋 低利少奶奶听你的洪荒之力 怕是真的控制不住了 不光一直被挨打的沈欣怡受不了 就连这道大门也承受不住周莹的领名一脚 在现场拍摄了几次之后 她终于不堪重负 直接飞脱 也是惊呆了孙力和现场的小伙伴 如果这还不能证明娘娘的大力 就看看这一段周莹直接甩飞一枚小丝的画面 这位小哥的耿直也让小巴哥默默担心了小超哥 不知道平时做错事经历过什么样的风云呢 好 好 感谢观看